看看新闻网 2011年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微博炫富出名的郭美美 近来因为赌球事件再度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获悉 郭美美因涉嫌赌博罪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为查清案情 北京警方联手广东湖南等地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那么郭美美炫富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王某46岁深圳市人 以参股方式投资房地产基金等多领域 他是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微博炫富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郭美美在媒体采访时称王某是自己的干爹 其实这个所谓的干爹就是花钱包养他的人 他也会给我买了车 然后给我买了一些奢侈品 像包包啊首饰啊衣服之类的 他也给过我钱 然后当时是让我跟我妈妈跟他一起买股票 所以打过一次一百万到我卡里 北京警方在调查郭美美案情中查明 王某涉嫌刑事犯罪 2014年7月24号已依法将王某刑事拘留 经调查 2010年王某投资500万参股10%成为在京注册的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当时该公司正与隶属于中国商业联合会的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商洽开发中国博爱小战项目 项目内容就是由王军的公司出钱出一千万去买一百台医疗车 把这一百台医疗车放在小区里面 然后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治病都是免费的 然后王军公司靠什么盈利 就是要用红十字会的那个品牌打在车上 然后他靠这个品牌去吸引那些广告商 在此期间中红博爱的法人代表翁某 让王某来看看公司招聘员工和装修办公场所的事情 郭美美也一同前往 郭美美就在旁边听到 他就说 我也去应聘 他也去应聘 我就说你应聘 人家都照应了 应聘你就不应聘了 就是这样说 后来他就说 他说我要做CEO 当时我不知道CEO是什么 CEO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笑笑 我说你做什么都行 我就是处于一种虚荣心吧 所以我当时就在电脑上把我的演员歌手的认证改成了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郭美美更改微博认证引发舆论风暴后 中国博爱小战项目流产 王某与郭美美断绝了交往 如今谈到郭美美 王某说 郭美美是他一生的噩梦 对于借红会微博炫富事件 郭美美也反复表达了悔恨之意 其实我本人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包括我前男友王军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也本人也是不认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所以发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然后今天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我就想以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力量去澄清 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还侯慧一个清白 就是跟侯慧声声说一声就是真的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